民進黨立委陳婷菲請跑地方行程 更積極表態爭取2026台南市長 為了在黨內初選脫穎而出 在7月即將進行的黨職改選 陳婷菲想搶中常委 卻違背所屬派系政國會決議 被質疑背叛政國會自立門戶 從過去現在到未來 陳婷菲絕對都是政國會 而且我相信我們是一起要把 政國會的餅作單 民進黨權力核心改選 39人登記參選中指委 將選出30席中指委 再選出10席中常委 原本政國會要聯合的記6席中指委 中常委要推陳茂松跟林黛化 而非陳婷菲 最後陳婷菲自拉兩人登記職委 甚至也沒跟政國會一起去登記 根據三立新聞掌握 傳出政國會要繳林佳龍相當不滿 近期將開決策會議 可能由林佳龍主持 不排除江潮開除陳婷菲方向前進 什麼叫踢出拍戲 我覺得這好像很奇怪的說法 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樣 這個大家庭誰都沒有辦法離開誰 這當然要查清楚啊 不然以後大家一個團體怎麼往下走 他們一定會去釐清事實 後面再講後面的處理方式 也有其他派系內部成員強調 陳婷菲違背決議勢必得開除 但也有人幫陳婷菲講話 況且想選台南市長的新系林俊憲 有言會王定宇都要爭取中常委 陳婷菲豈能落人後 如果陳婷菲沒有政國會相挺 能否有足夠票員掌握三席職位 強到中常委備受關注 政國會派系內部紛爭浮上台面 再來就是王一傑由台北參謀道